有请今天晚上第二组嘉宾 陈明兄来吧 走了 来 来了 陈明请开麦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明 今天非常非常开心 跟我们身边的几位 知名的节目主持人 一起来参加今晚开放麦 我站到这里压力很大 因为之前网上有声音说 说我不适合讲脱口秀 我说话不好笑 为什么呢 因为太有逻辑了 他们说太有逻辑了 没法笑 我后来琢磨琢磨 我觉得有点道理在里面的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节目 今天我们是一个脱口秀节目 舞台上没有一个脱口秀演员 然后只有一个主持人岗位 请来了一位相声演员 然后请来了四位主持人 来讲脱口秀 你说这个节目 有没有一点逻辑 没有 没有逻辑 是不是还蛮好笑的 而且我觉得作为一个主持人 我们说话还是要讲逻辑 倪平老师 说话 讲逻辑 讲道理 大家知道 倪平老师有的时候 喜欢煲一点鸡汤 然后来推进一下情感的浓度 我之前听说有一次 倪平老师拍戏 然后有一个演员 哭不出来 因为哭戏跟导演 就争吵起来了 倪平老师立马过去跟他讲道理 倪平老师说 你快点哭 别逼我用鸡汤删你 说到鸡汤就想到美食 说到美食 就想到了曹可凡老师 可凡老师 其实我一直想跟倪平老师 来一个鸡汤熬制的battle 然后到时候一定请您当评委 好不好 因为您真的什么都吃得下去 我知道的 可凡老师曾经参加过一档 美食选秀节目 大家知道吧 对 叫顶级厨师 可凡老师在里面当评委 他是非常讲道理的 好吃就是好吃 不好吃 肩部的小抖动 小细节 一看就懂 对不对 然后今天来到现场 有小峰老师 小峰老师 大弯曲知名节目主持人 当然你不能说 他普通话不好 这样说不合逻辑 因为他唱歌的语音 非常标准 但是一说普通话吧 你就觉得他的普通话 就只剩逻辑了 没有别的部分 小峰老师的事业发展 也很酷的 非常有逻辑 演电影 九十多部 金像奖提名 然后当过歌手 然后电台DJ 现在转型来讲脱口秀 你看这条逻辑链 简单来说 就叫一天不如一天 当然这个梗 在对的时候 我还跟编剧老师讲 我说这样有点冒犯 小峰老师吧 没有没有 编剧老师说 不会不会 这只有点冒犯 脱口秀这个行业 可能很多朋友认识 我是在奇葩说 这档节目上 作为辩论节目 也是要盘逻辑的 大家知道奇葩说 岔子言红 五光十色的选手 对吧 我们都围坐在一起 然后大家就讨论 谁到底最奇葩呢 然后我当时就举手 我还说 我说 我结婚了 我都震惊 这里有个人结婚了 然后我还说 我还有孩子呢 他们疯了 这个人有孩子 然后全票通过奇葩之王 就是这么当上的 这个节目当中 唯一一个正常人 在去五大读书之前 我就知道 五大的辩论氛围 是非常地浓厚 而每个人讲话 都很有逻辑 所以当时开学 第一天 问路嘛 我看到路边有个阿姨 我就问 我说阿姨 那个新闻与传播学院 走这条路 是不是最近呢 没想到阿姨 非常讲逻辑 她说同学 你的这个问题 提得很有问题 条条大路通新闻 你为什么人生 刚刚开始 就想着抄近路 这里本来是没有路的 走的人多了 才踩出了一条近路 而且你知道吗 你仔细看 这还是一条临终路 海德格尔曾经就说过 旁边有一位大爷 就停止了撞树 冲过来 你怎么扯海德格尔 你扯到哪里去了 我们要回到 小伙子这个问题本身 小伙子刚才问的是什么 新闻与传播学院 怎么走吗 停 你以为她问的是 新闻与传播学院 怎么走吗 不是 她问的是 她未来人生的 四年路怎么走 她问的是 中国的新闻专业 未来路怎么走啊 没有哪一条路 通向传播 传播就是通向 一切的道路 以上 我都懵了 我说优秀 两位你们聊 你们俩聊 我自己找出路 这条路不适合我 人生自己的路自己走 其实我觉得一个人 讲逻辑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比如说我在家 跟我老婆就从不吵架 我们只用逻辑来辩论 在我们家 没有任何事情是一场辩论 解决不了 如果有 就说明那场我赢了 就必须得再打一场 当然我其实很爱我老婆了 当初结婚的时候 她就讲 她说我希望我们的婚姻 有效期只有七年 因为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每七年 办一次婚礼了 我当时都感动了 我就同意了 这是我们两个第一次 不经过辩论 就达成了一致 只不过民政局没有同意 所以我们当时就拉着 民政局的工作人员说 我说不要着急 我们来盘一盘这个事的逻辑 工作人员说 你别给我盘逻辑 我们先来谈谈法律 录节目录着录着 很多人就认识了 然后我在学校上课 然后课堂上的人也多了起来 而且不仅五大的同学来旁听 有一些周边的学校也过来旁听 甚至有其他城市的同学 也过来旁听 其实判断很简单 就看拎着箱子过来的 那就一般来自很遥远的地方 有的时候走廊里 挤满了拎着箱子的人 接踵摩肩 然后我去上课的感觉 我就在想 我是不是走到了绿皮火车里 我都不由自主地要说 花生瓜子火腿肠啊 同学腿往里收一收 让老师过去上课了啊 真实的画面 当然后来很多选到课的同学 也没有办法嘛 座位有点紧俏 他们就会提前两节课来站坐 有一次就有个同学 最后一排当当当当当 跑到前面来 说老师老师 我听你上课很像听Live House 我说是的 这位同学 你这个描述很有逻辑 因为前两节课是流行音乐键上 我的课从现在才开始 当然最后呢 我想说 当变手这么多年 其实辩论这件事情 和这种思维习惯 已经深深地刻在了 我生活当中的每一秒 所以在我生活当中 基于逻辑 基于理性来质疑 已经成为我的一种思维习惯 我的逻辑就是 在我的世界里 任何观点都不是绝对的 都不是定论 谢谢大家 我是陈铭 谢谢 节奏非常好 陈铭啊 我看你参加过那么多节目 就哪些遍题 是你本来想答这边的 但是你没办法站到这边了 很多 很多 严肃的校园辩论赛 和国际的华语辩论赛 遍题都是抽签决定 所以我们没有选择 持方的权利 这也是我有时候 很困惑的地方 就是你为一个遍题的 论断的中间的某一分钟 可能会被截出来 然后在很多短视频平台上传播 大家会认为 那就是你在捍卫的 自己的观点 但如果你结合上下文 你就会知道 它是一个思维的游戏里的一部分 所以在这点 我特别佩服你 很多时候我觉得 特别扭曲你 可是你答得跟真的似的 答得跟真的似的 对 我自己现在回头来看 我还蛮感激 我的学生阶段 有这种思维训练的机会 为什么呢 因为最容易把自己的观点 固化住的是 自己过去坚信的东西 就我在打那些 我内心并不相信的 持方的时候 让我有机会走到 跟我的过往的人生 完全不一样的 其他的人生的世界里去 你们特别像扮演了 这个变手 没错 我们是一个观点演员 他也有走到另外的生命片段里去的机会 所以我身边的老变手都特别平和 根本不会因为某一件事情去跟人吵架 因为他心里随时有个声音在提醒自己 有一天我站到对面了呢 我要捍卫他的时候 我的理由是什么 我们先真假麦 我的天 我太习惯一个台上到两个方向的麦了 哇 马东和李淡都作为你的导师 请问你更讨厌谁 太坏了 讨厌谁 讨厌李淡 因为跟他喝酒 从来没有清醒地离开过 这个真的 录节目的时候说不赢 录完了你又喝不赢 你这人生这太悲催了 我现在让你用真假麦 一会儿是正方 一会儿是反方 来辩论一下 辩论什么 在现在这个舆论的压力下 小玉该不该再次上央视春门 怎么样 想听吗 我太想听了 我太想听了 好 这边要说小玉应该继续上春晚 这边要说小玉不应该继续上春晚 对不对 对 这个跟我内心的想法也还是蛮接近的 不应该是假的 小玉不应该继续上春晚 我觉得明年真的真的 小玉不要上了 没有意义 春晚这个舞台那么小 怎么会融得像你这样的一尊大佛呢 好 其实我觉得小玉明年应该继续坚持上春晚 不仅明年要上 年年要上 数字要超越倪平老师 而且内容上可以不断地拓展 我记得今年的元宵晚会 你的歌曲 主板书的表演 寄精四作 太惊艳了 太好听了 你身上有无数的宝藏 还供我们挖掘 春晚这个舞台 应该把你像洋葱一样 一年播一层 一年播一层 然后看哪一年播出你的一颗真心 我们真的以为他就是辩论吗 其实是他不停地不断地 高标准地要求自己在学习 陈明这种精神啊 这是我们这个行业特别需要的 希望你加大力度地往前再走一步 非常感谢那边老师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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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住了 我记住了 是一个鞭策 谢谢 谢谢 好 让我们看看 观点不是定论 是看待事物的角度 广阔的世界需要用理性和逻辑 去搭建和思辨